这位师傅开的这辆长安面包车 左侧车身别了进去 工程车车头右侧有些刮痕 工程车驾驶员说 他当时开在面包车左侧车道 我指寻 我看她了 她走着走挺拥 готов 一直把我挤到一边去了 这个朋友都说了 变道是吧 我是变道的 我是走过来的 是在路口的那一边还是这一边 这边 这边是吧 已经过来了 我已经过来变好了 变好了 然后怎么 后面一个车子撞上来了 然后我怎么转了怎么动 他变 我回到他装那个了 他市场要打 root 就不用说了这个东西 你已经把我指寻 推到几米路了 李警官看了现场照片 又核实了 事发时两车行驶的车道 表示面包车当时 还没有完成变道 变得应该是没变好的 已经快好了 转向灯在哪里 转向灯在哪里 是不是转向灯在哪里 转向灯在哪里 转向灯 我已转向灯了 你转向灯有的 你打个左转向 必须要让你忙 不是这么回事吧 像一般来说 趁着这种大车 它忙去很多人 我建议你们还是 还是离浪一下 它忙去很多 看不到你 我知道我已经变好了 我当时后面没有车的 没变好 是没变好 不是 当时后面没有车的 发生事 所以我经常自己 记录一个月 它没有车 那它怎么出现的呢 没车呢 我只能说你没看到它 你看这路上花了很多线 这里有三条车道 分道行驶了 你越线过去 你占用人家车道 人路全优先 允许你过去 你才可以过去 我跟你讲 我转向灵营是打来的 是吧 是吧 转向灵营 每个人都有的 你变道呢 还是要按定你的责任的 那要看事实嘛 事实就是你变道啊 变好等于还没 已经好了就没纸嘛 那么好了吗 你没纸嘛 如果你变好的话 他就撞你后面了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了 你说了是吧 道理虽然简单 但开面包车的师傅 还在强调自己 已经完成变道了 还想让刚赶来的儿子 掉行车记录仪 不过李警官表示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 但是按照这个事故现场 包括两位驾驶员的 这个陈述啊 这个你父亲 你父亲这一方啊 从第三车道 向这个第二车道变道 那个工程车道呢 是从第二车道第二车道的 描述的也很清楚 跟事故现场也一样的 它如果变道成功的话 那应该撞到尾部了 你说呢 好 这个事情呢 因为现场已经 现场有的 所以也说得清楚的 没有事情没关系 好吧 说得清楚 还好 人没什么事 人没事的啊 因为你说前面 可能有些挡住你了 你必须要变道 优优独播剧场—— 对面的